畫面上座落在草地上的可愛白色小屋 引起許多遊客的好奇心 它們就是基隆和平島公園 島咒會活動的油氣空間 基隆和平島公園在5月到9月間 限定推出的島咒會遊城 參加加工部觀光局 辦理觀光亮點獎評選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投票抽好禮 去參選了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有全台的觀光亮點的一個票選 我們也有限入圍了 這一次島咒會其實也打破了 大家對於和平島的印象 好像只能玩白天 我們這次可以邀請大家 從最佳的夕陽 一直到最美的日出 20小時不斷電 來感受一下從白天到夜晚 我們這塊生態給大家的一些感受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們的 觀光局的亮點獎的活動官網 每一天都可以投票 記得去選生態組 投我們島咒會基隆和平島 我們Chill Together的一票 週週他都會抽1萬元的旅遊金 你都有中獎的機會 我們和平島另外加碼 每一週都有連續推出 不同的優惠抽獎的活動 連續七週 總價值是超過10萬元 讓你可以免費來做一日島族的體驗 讓你可以去做一些水域遊企的體驗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島咒會 大家來咒會 在這個小島的同樂會 Chill Together 我們島上見 基隆雨跟地質區 剛好這樣子斜的開闊 然後夕陽超美的 夕陽從這邊下去 你3點多來報到 早上我會推薦他去阿拉保灣聚落 我們不是有做聚落的那個嗎 跟著宜娜去吃他這邊 阿美族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的美食 然後你可以跟著頭目 去學習他狩獵文化的射見 跟著他去了解一下 這些聚落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發展的原始 然後你下午就可以到我們 和平島公園這邊報到 準備來展開島咒會的開始 然後吃個晚餐 我們是一泊三食 我們還有宵夜 所以來參加島咒會 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沒有要讓你睡覺 滿滿的一個豐富的行程 4點就幫你叫起床去看最美日出 這大概就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歡迎大家 這個季節限定的 基隆和平島島咒會遊程 將帶領大家體驗 無邊際海水泳池 奇岩地景 捲美日出 水上油氣等活動 體驗一日島主的豐富旅程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星期五 天下午 星期五 日常 星期五 星期六